在圖玉美老師悠揚的 薩克斯風音樂聲中 衛福部機動醫院 藝文走廊也重新開展 特別是名為同心彩繪無具 這幅絢麗繽紛的主畫作 是由信義國小30位小朋友 一對一和精神康復之友 共同創作出30幅畫作拼湊而成 希望去汙名畫 也讓小朋友可以正確認識 精神康復之友 所以我們邀請小學生 從小就來接觸我們的 精神康復之友 那他對他們的印象 都是非常正向 所以我在想這幅畫 他叫做 我們給他聘了一個名字 叫做無距離 沒有距離 我們也不再害怕 這次的畫展特地邀請 包括布立基隆醫院 以及布立嘉南療養院的 精神康復之友 展出他們的畫作 名為疫情下的美麗新世界 提供民眾欣賞 也了解他們在醫生 和職能治療師幫助下 必用藥物以及工作訓練 和參加藝術創作活動 復健的心路歷程 創作不僅能療癒自己 同時也能降低焦慮感 舒緩情緒 對於病情穩定很有幫助 我也相信只要願意 人人都可以是很棒的創作者的 謝謝大家 也讓我們知道說 我們是有能力可以幫助其他需要幫助的人 我們不只是回歸生活 我們還可以回歸生活 謝謝大家 隨著新冠肺炎疫情逐漸趨緩 衛福部機動醫院特地在藝文走廊 安排這次身具意義的化展 歡迎有興趣的民眾前來參觀 我們醫院的員工的確診率是37% 35% 意思你今天在座的 10個裡面有3.5個人就確診 但是呢 我們很多同仁確診以後 還是繼續回到工作崗位 意思說我們其實都是滿天心 我們有保護力 但是 謝謝我們每一位的醫療同仁 所以我們這次辦了這樣一個 所謂的疫情下的美麗新世界 是我們這一群的精神科的病友 他們在這一段時間裡面 真的壓力很大 很苦悶啊 問我們精神科吳主任就知道 還有我們社副 就是鄭杰仁主任 真的這些病友很不容易 能夠在這疫情裡面平安的度過 是透過很多的方式 很多的老師帶領他們 透過畫畫 透過很多紓壓的方式 讓他們走出這一段最艱苦的時代 是我們的時間 因為中國做得很好 以前我常常跟他們建議 現在做到一位這些文化 這些的 學問人們非常幸福 那也包括我們嘉南療養院 我們的部立院夥伴 我們這樣一北一南 我們叫做宇都 他們叫做台南古都 所以我們這宇都跟古都 都充分展現了在地的文化風情 非常的棒 非常值得大家來欣賞 那疫情 基隆開始 三月 南熊炸 那我們也最快下來 所以剛剛非常有感 真的感覺輕鬆很多 那也希望我們台灣可以這樣繼續輕鬆下去 我們疫情慢慢減緩當中 也希望說我們各位的好朋友 真的要保重身體 其實代表委員 一句話 全民防疫 一務加油 謝謝 每一幅作品都是精神康復之友 刻畫出來的辛勤故事 期望民眾透過畫作 來了解他們真誠的內心世界 記者吳俊松 基隆報導 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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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